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古天樂監製兼主演的電影《明日戰記》 轍資4.5億港元 續續花了十年時間去完成 是第一出港產科幻動作片 這些已經很多人講過但未必人人都知道 這齣戲除了大玩CG 其實還有不少實景拍攝 讓觀眾感受到香港的特色 這些都是故事的堅持 既然這件事在拍攝 立即要成為這個景點的未來 這是最重要的 但即使你看到這個景點 我們都真的現場是 我們拍攝了一次 反而我們不能再一次 例如你見到我們 機閒追我們一場戲 我們要實際找一輛車 因為那輛車其實是不走得快的 找一輛車有這樣的重量 開到這樣的速度 或是模擬給機閒追了一次 我們在香港外面找到很多路 找到天橋試一次 那場戲呢 因為我們做了之前拍攝 拍攝的 我們計算的時間 是差不多15分鐘 香港我們最後選了 東廣角度和東廣角度 合在一起 變成一條 我們現在看到的景點 旁邊的大廈 我們在現場拍攝後 回到電腦裡 自己砌一次出來 所以會呈現場拍攝 會呈現場拍攝 我覺得 我們這麼難得管 可以做一個火焰點 當然想呈現場拍攝更多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生活的一些閃節和色彩 因為你問我 我也想多一些實景 即是變衣服 你問我 青龍說 為何不是穿那些緊身 這次這一波 一點點我們畫出來 但見我這樣做之後 下次都會做 我想質感 演員表達環境 所以我們現場拍攝到這些實景 為何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 因為你給他們 要感受到 事情的環境發生了什麼 規模是什麼 我們面對的難處 例如那些機閃追他 那些真的要幻想 我們現場這麼大隻的人 追著來 我做了敲槍檢 我們繼續拍攝 沒有什麼難處 因為我們都安排好了 例如那些難處 買六部買都沒有了 第二次麻煩 大風吹倒了整個大 那些貨櫃 那些貨櫃都不是那些 要找東西吊的 上去擺盤 要掛盤六部 那些就麻煩了 公路那場是很考攻 那場是一日移造圓 都可以的地方 當然大家要打一個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親身跟他 有很多東西 因為熱場下都很辛苦 例如我穿那件衣服 又戴著頂竿 其實不能呼吸 那你就去打 但我還是喜歡公路那場 因為真真正是剪不到 特別的技術 就像《賴尿蝦》 我都特地學到很多公司 是剪到 就是細節位 每一個夾 他怎樣叫其他同伴 他的聲頻下 我都做了很多這些 還有 有一個購物 在IMAX 我拍一個爪 那個爪 那個爪 就是這樣 其實是跟其他《賴尿蝦》 打在心裡 講到拍科幻片 大家都會以為 一班演員對著空氣做戲 但真實拍攝的情況是怎樣 聽聽清雲怎樣說 當我真的去拍攝的時候 當然周圍都是錄到 因為其實我找到了這個詩詞 其實實質上 演的時候 我們是對著實物 即是人流騰 就算有些其他機甲 都其實有個實物 有什麼程度可以看 即是並不是 全部都是憑空想像 拍這部戲 真的會長知識 有很多科技上的東西 我想不到它是這樣拍 即是我拍之前 我都會估計是怎樣 因為其實 我以前都喜歡看 一些外國電影的Making 我又說 你看到人家 是怎樣 那電腦特技我就不太懂 但我都知道了一點點的東西 但是真真正正的 實戰拍的時候 你看到所有的東西 就真的覺得 科技真的進步得很快 你昨天看到的東西 他們可能現在是用別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這個世界 有那麼多的 真的封到整個封道 我都不知道哪裏 不是很高 遮蓋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即是你想像不到 有些東西是可以做到這麼巨大的 故仔和清雲這對老友 打造過這麼多經典電影 一直合作無間 而在戲中 清雲居然說了一句 很應景的抵死對白 就是他跟故仔說 又要對著你 喂喂 清雲哥 真話不要拿出來說 不是我讀的那些對白 我怎會說這些 我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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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覺得很難 即是能夠參與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會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即是你不知道這部電影 電影很奇怪 你拍下了 它冥遠留在這個世界 那種冥遠是到了恐怖的情況 你難不八兩年後 真的有外星人來到香港 真的找到科研面看看 咦 這樣 他們兩個這樣 你看看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很難說 你別問我 是哪一手會看到這部電影 所以今天大家 真的不要做了後悔的事 雖然兩位合作過這麼多次 但其實每次都有新發現 拍完這部電影 清雲警員說 發現故仔的性情變了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 你不會覺得他坐在你旁邊的仇人 你拍這部電影 你不如知道 他要承受多少東西 面對多少東西 他都坐在你旁邊 沒有什麼說 就好像有模特兒 我覺得這是一個 挺大的進步 可以這樣 在現場這麼冷靜 因為其實你做演員 很多時候 都不能被自己的情緒 發揮得太厲害 不會亂來 不會太猛 我也是 但你面對這麼多的事情 那樣東西 又有事 那樣事情 我相信每一天發生的事情 是非常多的 但他都沒有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難 有幾大的進度 他以前也不只是 都是比較靜 拍科幻片 是故仔一直以來的夢想 但要夢想成真 過程當然不容易 不過正因為這樣 故仔才敢射爆一言 這部電影 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為什麼我覺得絕對是 因為難得這件事 是我們一間公司做完 你見到他們的電影 可能是他們在西景 做了一部大型的波幻片 全球一起做 當然 我都會這樣說 這次這部電影 我上得畫的時候 我應該覺得 是在我們現在的 我起碼自己收割 但你往往自己再看的時候 我做這部電影 無論是音效 我們都要去看 我看了很多次 當我看越多 我發覺還有很大的進度空間 這就是我覺得 最可憐點要不斷探求 不斷進度 才會成功 而為了宣傳新戲 故仔出盡心力 內地率先上映時間 不論大大小小的活動 他都有現身宣傳 可惜在內地的成績 暫時麻麻 有人懷疑他部戲 被偷票房 也有人替故仔不值 最近香港網民 逐快去撐古天樂行動 齊齊買票入場看電影之詞 見到這個窩心的舉動 故仔也很感激大家 我一定感動 因為這部電影 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而且那個過程 別人會去想 你經常問我 有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的 但這個問題 要做到其實很難 而且你問我 難得有一次機會 我打開牙巴 你做出來 希望大家開心 和喜歡 這才是我所想 因為只要這次成功 我們就可以有 那麼多不同的器種 和科研片 會出現在我們眼前 其實故仔已經構思好 逐集 我已經構思了出來 我們都要大執 主要看今集的反應 是怎樣 我相信他不是說事 那你答應了他吧 我相信他不是說事 這些事情 殺到完才算 但我真的相信他不是說事 在戲中 青雲有句口頭善 其實有沒有看續集 都是自己決定的 想看的就記得入場支持 一起啦